第五十九集 兄妹俩结伴往回走的路上 子叶拿出了对策 要不这样了 妹妹 老头子回来 住在我家里 我家比你家大一点嘛 不行的话 我再去跟学校吵吵看 看能不能多吵来一间房 半间也好的 他顺着自己的思路走了一会儿 然后就想到那封 劳改农场来的公寒 我要把公寒给领导看的 我就这么跟他们吵 说哦 我父亲吃饱饭 没有事情 跑到上海去的 是你们莫名其妙 把他送去劳改的 是不是 二十多年了 放出来了 你们不给我房子 那叫我怎么办 政府做的莫名其妙的事情 这屁股要让我们小老百姓来开 子叶说着 似乎正在跟某个不可视的人在吵着 冯子叶现在很会吵 吵得非常雄变 能吵出逻辑和公正来 两年前 他吵到了一套六十多平米的住房 在全校的教室中是最宽敞的居室了 在一九七八年的上海 宽敞那就是豪华的同一词 子叶到丹爵家拿着公寒走了 斗志昂扬的 一个家必须要有一个会吵的 陆家兴盛了五代 衰败就衰败在 不会吵架 并且他也看不起吵架了 他们现在要好好的吵 要重振陆家的吵 他走的时候回过头来 对妹妹说 等我的消息 两个礼拜之后 就传来了消息 冯子叶把劳动农场领导 去年来的公寒 给他的学校领导看了 并且对他们说 这是拨乱反证的一个重要部分 领导答应 等新的家属楼落成之后 考虑给冯子叶 换一套大一些的单元房 冯子叶仍然是吵啊 说等新楼落成 那太遥远 太缥缈了 老人家不能在地牢天荒地流放着 等着遥遥无弃的新楼 最后 他吵赢了 领导答应 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 暂时给他半间小屋 过渡过渡 但是那间小屋 要到暑假才能腾出来 冯子叶 只能先吵到这里 碗玉听到了冯子叶带回来的好消息 微微地笑了一下 接下去 就魂不守舍了 他的两只手在八弦桌的小抽屉里 磨磨缩缩的 不知道要找什么 现在 他前一秒钟想要找的东西 下一秒钟 已经忘了那个东西是什么了 小女儿丹绝问道 妈 你找什么呢 哦 不 不找什么 这是一年多来 这个家庭里最经常发生的对话 每当这个时候 小女儿丹绝 总是特别地疼爱母亲 她不是搂着母亲 削薄的肩膀 就是挽住母亲无力的胳膊 撒娇地笑着说 妈 你又糊涂了 与其说是对母亲撒娇 不如说 是娇宠着母亲 房子的事情苗头有了 那桃红色的启事 便开始褪色了 慢慢地被雨水冲走 最后消失了 暑假开始了 冯子叶和丹绝赶紧去看那炒来的半间房子 房子在一栋学生宿舍的楼顶 屋顶歪歪的 进门的地方 容得人站立 再往里面走 就只能坐下 走到头 就必须要平躺 原先堆放的是 美术系老师的画具颜料 和已经半途而飞的画作 所以房子的最大好处 是那股不难闻的 调色油的气息 冯婉玉给陆燕石 写了一封短信 告诉她 她可以回上海了 陆燕石回上海的前夕 冯婉玉的失忆症已经恶化了 有一次居委会的阿敏堵住了下班的单诀 向她报告 婉玉又交给了她一份入党申请书 婉玉当时对阿敏羞怯的说 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条件不够 政治上不过硬 现在老伴要回来了 政治上的包袱也就没有了 所以斗胆 向组织申请入党 阿敏说完 又指了指楼上冯家的窗口 愁眉哭脸的说道 你看看哪 她怎么连入党这种天大的事情都忘了呢 从此之后 婉玉再到居委会去 阿敏就把她送回来 让她好好休息 到了陆燕石从青海回到上海的那一天 冯婉玉连居委会是怎么回事 都忘得干干净净 阿敏偶然看见她在阳台上晾衣服 便向楼上招招手 问她吃饭了没有 她就会客气地回答一个你好 这是头一次见某个人 跟人家正规地打招呼的用语 所以以后阿敏也不再跟她招手了 陆燕石是1979年的冬天回到上海的 她先来了一封电报 报告火车的班次 那几天小女儿单绝实在是事情太忙 没有办法去接站 儿子冯紫叶只好带着她的小女儿 移到去火车站 当时陆燕石的小孙女 也就是冯紫叶的女儿 像所有18岁的女孩一样 穿着小喇叶裤正准备考大学 她要忙的事情太多 光是秘密的恋爱和裁缝逢人 就已经快把她勒死了 所以她告诉她的父亲冯紫叶 她要温惜功课 没有时间去火车站 父亲冯紫叶一脸的凶满 说她没跟她商量 火车站是必须的 火车是从西安开往上海的 从车上下来的人身上和脚上 都有一层黄色的尘土 站台空旷了 可是流放归来的老祖父 却迟迟不见 儿子冯紫叶烦躁起来 哎呀 这回了他电报 叫他不要动不要动啊 还是乱跑 好了 大家肯定错过了 冯紫叶是不愿意承认 他已经记不得 这个老头子的模样 他开始以为 老头子的大个头 会让他一眼认出来 而小姑娘从来没见过他的爷爷 因为所有的照片 都已经被冯紫叶烧掉了 在文革中 父亲从他祖母那里 找出了所有他祖父的照片 在马桶里烧了一叶 连瓷砖都熏黑了 所以小女孩和他的哥哥 从来不清楚祖父犯的什么法 只知道他是一个大政治犯 够挨资格枪毙了 后来他们明白 想弄清楚祖父的具体罪状 那是个妄想 那个时代的罪状 都是比较抽象的 渐渐的 整个空站台 就把父亲和这个小姑娘 晾在了正当中 他的爸爸妈妈咧咧的 都打算带他走了 忽然看见车尾巴上 站着一个人 穿一身黑不黑 蓝不蓝的棉袄棉裤 黑暗的脸色 并不高大 他疑惑地往他们这边 走了几步 盯着他们看 是以整个身姿来体现 那个千功的微笑的 他明显地希望 这些接站的人先开口说话 冯子叶小声地跟他自己说 不是的不是的 这一点影子都不行 小女孩也但愿不是的 因为这个老头子样子很猥琐 不是那种敢做敢为 敢犯王法的模样 忽然老头换出了 冯子叶的主名 猫头啊 此刻冯子叶把女孩 往老头的方向使劲了一推 这是你爷爷 叫阿爷 原来这才是冯子叶 坚持要带女儿来的原因 女儿叫一声阿爷 就省了他叫爸爸了 接下去阿爷的泪水流了下来 他脸上皱纹太多太乱 所以眼泪流成横的斜的和直的 冯子叶的眼睛也湿了一下 这个场合不流眼泪 是不尽情理的 从这一刻开始 大家都降低了辈分 沿用这个孙女的称谓 叫陆燕石阿爷 因为阿爷 是可以用来尊称任何人家的老头的 不像爸爸 只能称谓血缘定义的 那个重要的角色 叫了阿爷 便可以混过去不叫爸爸了 以免下一场正着运动 再次让他们改口 叫老头别的头衔 都难堪 也费事 阿爷陆燕石的行李很多 儿子冯子叶 在火车站口叫着一辆出租车 路上 阿爷叫女孩 成存 女孩子一惊 阿爷还记得 那个只用了三年的名字 小女孩在进幼儿园的时候 就把名字成存改为学风了 就是学习雷锋的意思 她的父母在这方面 宁愿放弃品味和情趣 也要跟着时尚的 到了家里 老阿爷的眼睛就到处看 但是只要他发现 你在看他 他的眼睛马上就老实了 像听了向前看的口令一样 马上直视前方了 不久家里的所有人都会发现 阿爷的动作 在暗中是被口令控制着的 最初的介绍完成之后 女主人钱爱月又回到厨房烧菜了 男主人冯子叶出去买啤酒 女儿学风也赶紧逃进了她的小屋 学风的哥哥去北京上大学之后 这里就是学风的卧室和书房 他们小时候的上下铺 现在做了仓库 两层铺板之间塞满了被子 棉絮和书籍 写字台朝着窗户 坐在窗前就是几倍对着门了 学风打开台灯 窗外天黑了 窗玻璃忽悠一下 似乎有个人影刚刚映在这里 又退了出去 学风马上回过头 正瞥见阿爷刚刚离去的背影 老人不作声的 来看了看孙女的房间和孙女吗 还是想看看其他的什么呢 陆阴时听见学风起立 便站住了 此刻她站在过道的阴影里 样子真的非常的灰暗 她笑了笑 读 读你的书吧 读吧 学风问她是不是在找什么 她说是在找 那阿爷啊 那你在找什么呢 我在找 冯婉玉 女孩子张了一下嘴 似乎被阿爷逗乐了 她没有想到 阿爷会给一个这样的回答 一个如此灰暗不堪的老人 竟然这样的坦白 或者说是这样的俏皮 老人微微有些口吃 嘴里有话的时候 嘴唇却被错摆形状似的 要重摆几次才把话吐出来 小女孩不知道该不该告诉阿爷 冯婉玉两天前 让冯丹爵陪她去理发店做了头发 从此就不肯出门 怕头发的波浪被风吹塌了 被雨淋化了 现在 丹爵正在用学校的福尔加 把冯婉玉往这里送 菜都端上了桌子 婉玉还是没有来 忽然楼下的传呼电话来人叫了 冯子爷 听电话了 子爷听了电话回来 招呼大家先吃饭 因为妈妈婉玉不太舒服 今天不来了 陆炎时的背脊 慢慢地靠到了椅背上 彻底放松了 也彻底失望了 冯子爷看了看父亲 心想看来要阻止老鸳鸯的第二次新婚 恐怕要费点劲了 而且让老头一个人住在楼顶的半间屋子里 老太太说不定会跟进去 那就更看不住他们两个了 所以吃完晚饭 冯子爷就宣布 老阿爷住学峰的秀房 学峰搬到学生宿舍楼顶上的那间斜顶的阁楼去 就像所有的青春男女一样 学峰巴不得此刻搬到外面去住 以方便他秘密的恋爱啊 当然也不用听到母亲 什么洗手了吗 衣服穿这么少啊这样的唠叨 更不用看父亲坏脾气的面孔 因为每当他一穿喇叭裤 父亲的坏脾气就会呈现在面孔上 当天晚上 他就很痛快地把几件被褥和衣服打了包 让父亲用自行车拖着他到新居去了 儿媳妇艾月给公公烧了两大锅水 倒进很久不当浴盆用的浴盆 对上冷水 浴盆里的水就涨到了半满 老阿爷跟前跟后 道歉一般地嘟囔着 自己来 自己来 没嘟囔一声 人就打一个弯 双手朝前一送 可以理解为作医 也可以理解为 抢夺爱月手里的毛巾和换洗衣服 以及小半灯 浴盆比较高 爱月担心老阿爷跨不进去 当然 他不太了解这个家里来的老人 有着怎样矫健的身手啊 他要老人穿紫叶的棉毛衣衫 那是一套洗得极其柔软的 膝头和肘部都打了不定的旧衣服 像大部分上海的女人一样 爱月是会缝纫的 其他各种手艺也都会一点 因为没有比学各种手艺更省钱的了 老阿爷一看换洗衣服不是自己的 人又是弯了一弯 我 我 我自己 有的 有的 有衣服的 晓得了 你有的 这些衣服 给你洗衣再穿的 都 是 洗 洗 干 干净的 岩石自己生活了这么多年 多么非人的环境都把自己伺候过来 现在环境这么好 怎么能把自己再交给人家去伺候呢 可是爱月说道 子叶关照过她 要我把你的衣服放在开水里煮一煮 再拿进屋子里来的 他们一家住在三楼 往上走半段楼梯 就是一个小小的水泥露台 爱月在上面养了四只下蛋的母鸡 还累了一口烧木柴的灶 做了一口铁锅 用来煮及时蒸米粉肉 用煤气蒸米粉肉是用不起的 用爱月的原话说 那就是两三个小时的煤气费 把猪肉都蒸成龙肉了 偶尔也会在铁锅里 染染毛线和衣服 实在想奢侈一下 就用铁锅烧盆热水 来泡盆浴 那么这里就成了小型的老虎灶 上海人把卖开水的店 叫做老虎灶 比如此刻 为老阿爷烧水 他们从火车站回来之后 紫叶把烟尸从西北带回的行李 放在了门外 他是趴着行李包里 裹着什么微小的火雾回来 老阿爷说道 狮子是没有的 多干净了 爱月笑了笑 我们下的了 你是没有的 阿爷啊 还是当心一点好 阿爷快去洗澡吧 水要冷了 老阿爷不再说什么 但他不知怎么又跟着爱月 来到了大门外 正好看见爱月 用一把火钳子 再挑那根绑着旅行包的布袋子 旅行包的拉链已经薄废了 他只能用布袋子 把包捆起来 他连忙说 我 我自己来 阿爷啊 你快去洗澡了 儿媳妇有点不耐烦了 这家人很少享受盆玉的泡澡待遇 给他这样的待遇他还不领情 眼看着水就要凉了 老阿爷不理会儿媳妇的心情和心意 走过来用黑黑的指甲 截着布袋子的截 截不开又用牙齿 他的假牙不比指甲好用 所以最后还是用纸截解开了四截 他从里面拿出了四瓶沙鸡酒 两瓶菜籽油 以塑料袋煮的野鸭蛋 野鸭蛋啊 我自己捡来的 老头得意地把塑料袋 在儿媳妇的眼睛前面晃了晃 家里人很快发现 只要他不紧张 不再辩解 不再回答你的提问的时候 他是不口吃的